在上个礼拜一我们就首次揭露 当时实料署是证实 这的确是官方内部会议的资料无误 在上个礼拜 陈一鸣教授他进一步的 以专业的角度来说明 在这份资料里头再再显示 高端的制程事实上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而陈一鸣教授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骗询了在台湾的相关权规的学者专家 大家看了以后都是不可置信 认为这样的一个疫苗生产 是绝对不符国际正常的规格跟标准的 其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6月4号的时候 实料署就开始进行了第一批高端疫苗的审查 当时整批是无法合格的 跟高端原本2L的标准的这个sample是没有办法合格的 后来陆续的第二批第三批也都出现了制程过程中的问题 但是在上个礼拜 经由媒体披露 经由国民党党团的质疑 以及陈一鸣教授的质疑之后 高端公司甚至于发了新闻稿 正式的表示所有的制程都很完美 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这一点就马上跟食药署公开的说法 是完全矛盾的 食药署事实上是证实了 的确有两批的疫苗制程不合格 但是食药署说他们一定会严格把关 不会让不合格没有通过的疫苗 让国人难失难 食药署跟高端的说法完全相反 谁说谎 难道高端公司公然的说谎吗 这是一个符合药品疫苗制造公司 应该要有的专业道德的一个水准吗 当然食药署署长还说了令人匪夷所思 无法置信 说不通过搞不好是更好 所以这疫苗做得太好了 不可以给台湾人打 怎么可能会硬拗到这种逻辑不清 非理所思 严重损害食药署 微信的魂化 所以今天我们必须继续的质问 包括今天联合报的社论 也都强烈的质疑 高端全面的黑箱 不愿被国人对世界说明疫苗制成的内容 审查的内容 审查委员是谁 完全违背了公民公开透明的审查原则 更让大家疑云重重起很严重的移动 对于国产疫苗的公信力安全性 如何能让国人接受 又不可能 如何可能让国际接受呢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讲 一般疫苗的制作标准流程 在第一阶段实验室里头 所做出来的标准样品 也就是我们一天到晚在讲的 所谓的2L 二松的 这个小量的 这是原始的样品 但是要等到商业的大量制造的时候 一般国际的药厂 都是直接做两千公升 但是很明显的 在台湾没有办法直接做两千公升 因为现在事实上在国际疫苗需求空气 都甚至做到一万五 但现在最标准的 应该是直接到两千公升 但是很明显的 我们的高端疫苗 没办法直接做两千公升 所以在六月份 实验室内部的资料显示 他们做了50L跟200L 也就是50公升跟200公升的量产 而这中间200公升所显示的资料 是完全不合格的 所以放弃了200公升的生产吗 因为只要放大到200公升 高端的生产就完全做不出来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疫苗制成的技术不成熟 或者是有其他的困难 为什么连200公升都做不出来 第一个请高端跟实验室回答 第二个 即便这么小量的50公升 都出现过连续两批不合格 那么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如何改善 能改善吗 已经改善了吗 通通没有说明盖盘 甚至于高端公司 以一概否认的态度 在这边我们也要禁告高端公司 我们国人用纳税钱 去支持国产疫苗的引发 我们希望国产疫苗 也可以为台湾的生技产业争光 但是这必须按部就班 符合科学的标准 才有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任何想要逃假包 或者是只是在政府语意护航之下 是不可能到国际社会上面 有任何竞争力的 诚实是最好的政策 尤其我们用我们的纳税钱 支持国产疫苗 我们还要用我们的身体 来施打国产疫苗 难道你们没有一点点 基本的专业道德义务 把真实生产制造的过程 摊在阳光下 让全民理解 你们遇到的是什么困难 什么样的障碍 如何克服 不可以轰轰 带牌 黑箱 云用 玩弄 国人的智慧 把国人的身体健康 置于风险之下 第二个 第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200L都做不出来 50L曾经连续有问题 有改善吗 如何改善 问题在哪里 下一个问题是说 因为没有办法正常的大量生产 像国际这样 至少要两千生 是不是因为只能做50升 这么小量的生产 所以才会导致国产疫苗的成本 是全世界最高的疫苗之因呢 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成本非常的高 因为每一次都要重复一次 所有相关的检验跟测试 这也是国际知名专家所提出的 这样的话成本会太高了 另外 在这边我还要接下来提出来 所有了解熟悉 药品审查的过程都知道 根据我国国产药品 当你查验得到EU会以后 要制造 必须依照药品查验登记审查准则 第二十一条 以及新药药品 悠良制造规范第一步的负责食物 相关的规定 都要求你必须执行连续三批的制程都合格 才可以上市使用 就我们所知道的 高端一开始的生产 是没有连续三批合格的 那么现在你通过EUA 又说可以让它制造生产 让活人施打 我们必须要求食药署 以及高端公司 应该出示相关证明跟资料 资讯数据 证明你们有连续三批的制程 连续三批都合格 不是说连续做了三批 里面有两批不合格 其中有一批合格 那批也不能用 根据这个规定 所以你必须连续三批合格 请将相关合格的证据资料 提供给国人 这种东西你都应该要上网吧 怎么可能在疑人重重的情况底下 不准国人发问 不准国人质疑呢 真的是比北韩还要北韩 不是说远 permanВ不合格吗 我说远一批 不准国人质疑呢 那批人全包说远